红金军北伐讲到现在 还有几个人记得西路军呢 他们已经猫在陕甘林一带打野打了很久了 由于这里条件恶劣 西路军始终无法突破援军的封锁 刘福通这边自己压力也很大 于是派施者则被李伍翠德工作态度不端正 二人逆风作战了好几年 本来就一肚子火 被刘太宝这么一骂 直接向军阀李思琪投降了 命运多舛的西路军就这样覆灭了 李思琪刚收纳西路军 又打败了四川明玉珍的进攻 他在关中的地位是愈发稳固了 于是又把心思对准了另一个军阀张良碧 俩人开始搞摩擦 之前说到 元朝各路军阀在成行以后疯狂内斗 元顺帝倒是想调停 但是军阀们不鸟他 这也很正常 劝架是需要实力的 大元中央军费拉不堪 主打一个陪伴 那元顺帝的话自然没有什么分量 2月李查汉驻军霍州攻击伯罗铁木尔 伯罗也不跟他废话 反手就派遣部将攻占延安 准备南下陕西 李查汉一下就丢掉这么大的地盘 直接破防了 于是派了一个人送粮去大都 借机跟太子埃尤什里达拉拉关系 这个人叫王宝宝 查汉有了太子站台 于是再次进攻伯罗 二者又是不分胜负 伯罗在朝廷里也是有后台的 于是奉命来到河间一带屯田 他的势力范围直接扩张到了河北一带 跟查汉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对峙 伯罗这个人打仗特别厉害 李查汉的部下基本不是对手 为了保住陕西 李查汉亲自从洛阳来到关中作镇 看样子是准备跟伯罗打持久战了 结果打着打着他就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山东义军内部不合 自从毛贵被赵军用害死 山东义军没有领袖坐镇 内部山头伶俐 前锋自称花马王 王室成自称扫地王 二人为了争头把交椅互相攻打 李查汉大喜决定挑阮氏字念 等他平定山东 威望更上一层 再回来好好收拾伯罗 6月 李查汉火速回到洛阳 与竹将开会商议进攻山东红金军 根据计划 进兵穿越井行和福口行 渡过白马金 河南兵跟着查汉度过梦境 随后两路大军一起向东进发 7月 李查汉攻破辽城 8月 李查汉派遣杨子王宝宝攻破长青 威逼东平县 东路军填锋派部将出战 红金军大败 被斩首万鱼级 王宝宝乘劲逼城下 李查汉觉得硬吃的话会有很大损失 于是写进招降填锋 填锋便顺势投降 这样东平和济宁也被李查汉拿下 填锋在山东经营多年 颇得军民之心 经过他的游说 其他郡县不战而降 只剩下济南和异都两座孤城 李查汉亲自带兵渡河强攻 济南守将出城投降 山东异军只剩下最后的据点 异都 也就是现在的青州市 异都历来是军事重镇 守备力量很强 李查汉大军包围异都 造了一大批工程机械 上百架工程车同时进攻 还在外围造了一大圈围墙 把整个异都围起来 然后绝合灌成 但是异都弘金军顽强抵抗 援军始终打不下来 李查汉趁着异军内斗 以武力为后盾 拉一派打一派 仅用了两个月就基本平定山东 如果他一直在前线监督工程 异都迟早是可以拿下来的 可是在这种关键时刻 李查汉竟然丢下援朝的大敌 异金军不管 又跑回陕西 帮着他的好搭档李斯奇 殴打张良璧 给了异金军继续坚守的机会 看到没 这就是军阀 上一期讲到 陈有亮携大军东下 却在龙湾被朱元璋以伏兵打败 朱元璋被宋帝韩令儿 加封为吴国公 正式建立属于他的中央集权体制 随后开始进行一系列机构和人事调整 首先是中央 3月 吴国公把最高军事机构 书密院改为大都督府 升职儿朱文正为大都督 都督中外租军事 升少荣为行省平章 在地方上 吴国公升胡大海为行省分省参政 镇守金华 全权负责南线事务 除此之外 朱元璋还改进了行政制度 正月 吴国公建立研法 开始专卖官员 税额20抽1 2月 朱元璋建立钱币铸造机构保援局 发行大中通保 之后 朱元璋又建立茶法和醋法 对相关商品收税 通过对盐 茶 醋和货币的控制 吴国公有了稳定的军饷来源 这是他军纪有别于其他武装的必要条件 也正是因为稳定的后勤和良好的军纪 朱元璋得以在残酷的多方拉锯中屹立不倒 方国珍看到朱元璋打败陈有亮 根据地也经营得有声有色 于是旧病复发 又跑来巴结崇巴哥了 他派人送来精美的玉器金氏 以及华丽的马鞍 朱元璋很不高兴地说道 如今四方有事 我需要的是兵马前梁和文武人才 你送这些东西干什么 于是把东西都退回去了 大宋吴国公热火朝天的建设根据地 大汉皇帝也没闲着 他知道已经无法一战消灭对方了 于是也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大一二年 陈有亮颁布周线新学照 规定每个周线都必须设立儒学 在经济上 他除了持续搜缴元朝府库和大地主的财务之外 也开始屯田备粮 在各州府下发劝农文 陈有亮还在江州新建贸易市场 发行大一通宝 大汉皇帝跟大宋吴国公在长江以南打得火热 远在大都的铁锅地自然是知道的 元顺帝觉得 你陈有亮可以为了全力干掉那么多队友 多半是个没节操的 于是派礼布袁外郎江朔渡海前来招降 想要陈有亮把天赋带到大都 陈有亮闻讯大怒 把江朔斩首示众 这只能说明元顺帝不了解对方 老陈也是从社会最底层爬到最顶层的 招降意味着自趣地好 陈有亮自尊心强且性格执拗 宁愿一条路走到黑也不会接受招安的 说白了大义皇帝还是很自信 龙湾输了又怎样 胜败乃兵家常事 只要稳扎稳打不再轻敌 他的赢面依旧是最大的 于是他又同时跟大元和大宋开战了 汉军兵分三路 南路攻打福建 中路攻打上饶 北路攻打安庆 首先是南路 陈有亮以南昌守将胡美为主帅 大举进攻南平 惨败于元将陈有定之手 再看看中路 先是宋将诸亮组进攻英潭 被汉军击退 汉军不甘示弱 发兵反攻上饶 胡德记死守不出 胡大海得知杨子被围 立刻从金华前来援救 胡德记也出城反击 汉军被夹成了三明治 大败而归 最后是北路 不甘失败的陈有亮再次派张定边反攻安庆 张定边不负众望 终于拿回了这个长江咽喉 算是一次重大胜利 守将于元帅仓皇逃回南京 朱元璋闻讯大怒 将他斩首示众 陈有亮对龙湾之败耿耿于怀 不停地发兵进攻朱元璋 崇八哥愤怒不已 想要还以颜色 正在此时 一名汉军降将告诉朱元璋 陈有亮连杀赵普胜和徐寿辉 内部上下离心 山头林立 看起来人多示众 其实没什么好怕的 朱元璋听罢 决意征讨陈有亮 这股大军出征都要看天使 具体什么时候出发 他也没拿定主意 好巧不巧 刘伯温的老娘在老家去世了 刘伯温悲痛不已 想要回清田为母亲守孝 朱元璋急了 亲自写了一封信 请刘伯温留下 要他好好保重身体 助自己一臂之力 刘伯温于是留下了 他对朱元璋说 陈夜观天象 心心在前 火心在后 这是大军胜利的前兆 民工应该顺应天道 加紧讨伐陈有亮 朱元璋大喜道 巧了 我昨天也看了天象 确实如此 看来我们得早点出兵 给老陈上上强度 当时朱元璋已经两面开战 非常吃力 如果再不稳住江北理查汉 这排棋就很难下了 朱元璋对夺又说 理查汉表面上打着复兴元朝的旗号 实际上却跟伯罗互相攻伐 还多次攻然跟皇帝叫板 这算是忠诚的行为吗 可见他嘴上谋攻 实则谋思 而且我听说此人好虚名 为了彰显气度 居然把田丰放在身边做心腹 看来理查汉没有识人之名 我们暂且通好于他 摸摸这个人的底细 看他究竟想怎样 于是朱元璋派遣汪和出使中原 汪和跟汪广阳一样 也是于阙的学生 才子一眉 他口若悬河 向理查汉陈述厉害 虽然对话内容没有流传下来 不过根据当时的局势推测 汪和的游说思路应该是向理查汉 强调后方薄罗的威胁 和前方渡江作战的风险 作为掌舵人 理查汉当然会多方考量 他的士兵都是北方人 水战能力可以忽略不计 而朱元璋几年前的渡江作战堪称完美 在他面前玩渡江作战 颇有种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感觉 其难度和危险性可想而知 而且现在伯罗抢走大半个陕西 刀尖已经抵在理查汉的背上了 一旦渡江受挫 伯罗必然趁机在背后发难 到时候他就是第二个完颜亮了 一想到这里 理查汉的冷汗都流下来了 经过汪和的游说 理查汉大定山东以后不仅没有南下 而且把拳头对准了伯罗的小弟张良碧 这是他作为军阀而非忠臣的必然选择 朱元璋稳住理查汉以后立刻动身 宋军缤纷两路 一路由朱元璋率领 一路由徐宋旧将余光率领 两拨人分进合击 突袭江州 8月6日 邓玉从物园出发 攻克福良县 其仗下猛将余光也拿下乐平线 随后沿勒安江进入颇阳湖 往江州进发 8月12日 大宋吴国公率领大军从龙湾开拔 逆江而上清征江州 图谋一举消灭陈有亮 大宋水师浩浩荡荡 其上书有八个大字 调民罚罪 纳顺昭 还有数万只鸟 其余为甘之上 远远望去 犹如黑色战云 汉军沿间布置的哨兵皆望风溃逃 朱元璋到达安庆后 首先派陆军上岸阳攻 等到汉军的注意力被吸引之后 朱元璋却暗中派 廖永中和张志雄率领周师 从另一个方向攻破水寨 从水寨继续进攻安庆 但是有张定边坐镇 宋军怎么也拿不下来 正当朱元璋头痛的时候 刘伯温又站出来了 他对朱元璋说 张定边太难打 咱们围住他不让他出来就好了 现在时间紧迫 赶紧掉头突袭陈有亮的老巢 九江 朱元璋深表赞同 于是命令一部分宋军继续包围安庆 大部队则逆江而上 往九江进发 安庆和九江中间有一处江面特别狭窄 自古为兵家要冲 就在现在的小孤山 陈有亮特意安排了两个很厉害的将领 镇守这里 可是他们也跟张志雄一样 对陈有亮弑军篡位的行为极度不满 看到宋军前来 直接倒戈归附 这两位将领 一位叫丁普郎 另一位叫傅友德 朱元璋拿下小孤山以后 立刻往上游进发 刚好在湖口遇到了汉军巡逻舰 常玉春二话不说率军出战 将其打跑 宋军急行军 冰封直抵九江 与此同时 另一路余光的大军也穿越颇阳湖 来跟朱元璋会师了 陈有亮遭此突袭 在城里手忙搅乱 只得丢下九江 参皇逃回武昌 朱元璋缴获军马两千多匹 军粮数十万弹 朱元璋拿下江州以后 迅速派徐达逆江而上 追杀陈有亮 徐达一直追到了汉阳转口一带 并在江中列镇封锁武昌 齐春 黄州 武学 杨兴 黄梅都被徐达拿下 朱元璋自己则分兵四处 攻略江西境内各州县 重点是南昌和辅州 张定边本人再厉害 也无法挽回全局的惨败 只能从安庆突围撤回武昌 眼看朱元璋战果连连 张世成找准机会出手了 去年龙湾之战的时候 他认为陈有亮比朱元璋更可怕 所以没动手 现在看来不是 万一朱元璋这次真的消灭了陈有亮 那下一个就是他了 于是在朱元璋扫荡江西的关键时刻 大元璋太魏再次派遣李博生领兵十万 对耿炳文助手的长心 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疯狂进攻 其目的就是为了缓解陈有亮的压力 当时耿炳文手下仅有七千人 一旦长心失手 应天就危险了 朱元璋担忧不已 命徐达和常玉春 急速返回东县支援长心 同时调遣废聚等人前去援救 废聚刚到前线 援军就发动夜袭 宋军诸军皆溃 耿炳文见势不妙 派部将出城反击 想要打退敌人 结果被李博生震斩 援军严城造了一圈攻势 又用火船烧毁城门 攻打圣集 陈有亮发现张世成 居然主动帮他攻打朱元璋 大喜过望 派武王陈有仁再次出兵 夺回了九江 朱元璋被迫顿走 这个时候局势非常危险 如果东县迟迟不能解围 朱元璋只能继续抽掉 西县部队前去支援 陈有亮大军会再次从九江进入江西 到时候跟江西各地守军联合起来 西征宋军必然全军覆没 随后二人趁势反扑 一举瓜分朱元璋 张世成这小子实在是太阴险了 朱元璋对他恨之入骨不是没有原因的 正在这危急时刻 猛南长玉春终于赶到前线击溃李波生 斩首援军五千余级 解了长心之危 徐达在半路上收到捷报 立刻掉头稀反 大败陈有仁 又夺回了九江 并歼灭数万汉军 朱元璋重新回到九江坐镇 徐达马不停蹄 继续来到汉阳给压力 陈有亮被他堵在武昌城里不敢出来 大宋吴国公坐镇九江 再次切断了大汉武昌本部和江西分部的联系 江西汉军眼看救兵无望 逐渐丧失了坚守的信心 辅州守将邓克明向邓玉表达了投诚的意思 但邓玉察觉到他是乍想 于是连夜走山间小道 一举攻克辅州 邓克明单计出逃 南昌守将胡美后来也扛不住压力 派使节来九江找朱元璋商讨归附事宜 朱元璋热情款待了使者 结果聊到一半 使者突然提了一个条件 胡美要求保留麾下部队的独立建制 说白了 他还想继续掌控这支军队 朱元璋早几年接受别人投降的时候 确实允许这么做 因为那时候他实力不够 能有人愿意来入伙就不错了 哪有什么资格挑挑拣拣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他予以丰满 内部整合的也很到位 自然是希望打散对方建制 以便控制 如果放任翔将保留独立建制 万一日后他临阵搞事情 会酿成大祸 陈也先是怎么害死郭天旭的 张志雄又是怎么出卖陈友仁的 朱元璋一辈子也忘不掉 想到这里 他面露难色 迟疑了起来 这个时候其实非常微妙 如果使者看出了朱元璋的心思 回去告诉胡美 恐怕他会顽抗到底 正在这关键时刻 刘伯温突然在背后 把朱老板坐的胡床踢了一脚 朱老板瞬间清醒 立马变脸哈哈大笑 告诉使者 大丈夫形势当光明磊落 别说让你们保留独立建制了 以后各种福利待遇升职加薪 也跟早年入职的同事们一样 让胡美放一万个心吧 随后朱元璋亲手给胡美写了一封信 胡美独霸 详意遂绝 朱元璋受降后 把南昌的名字由龙兴改为宏都 并在藤王阁大雁诸臣 观赏颇阳美景 朱元璋进入南昌后 才得知陈有亮为了四面扩张 把江西税率定得齐高 还豢养了大批真寿用来赏玩 民众不堪其负 于是下令免除这些税负 把老陈豢养的路放归山林 百姓大悦 消息传开 江西各地守将纷纷纳土归降 只剩下干州的熊天瑞还在苦苦支撑 在这一年西征的战事中 邓玉一系的将领大放异彩 朱元璋非常高兴 任命他为江西参政 率军镇守南昌 徐达也因为西征武昌的巨大功劳 被升为中枢右城 此时 圆末吃鸡大赛已经很明显 分成了南北两大赛区 北区种子选手是李察罕和伯罗 南区种子选手是朱腾璋 就看哪个分赛区先决出冠军 本来李察罕的步子更快一点 山东已经被他拿下大半了 朱元璋才刚开始行动 可是李察罕围城不忠 放着红金军不脚跑去殴打同事 白白耽搁了几个月的时间 朱元璋把握住这宝贵的几个月 以一敌二拿下整个江西 把战线逆推上千里 为后来的大决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李察罕也因为这个步中的举动 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